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我们传统手工艺 这个我们有史记载 来过后做大港从明朝开始 现在已经五六百年了 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停留过 这个窑门叫小货门 我前面那个叫总货门 再往里面走的叫大货门 再大的港对上转 现在总能港过以后 到总能港里转到总货口过的 这个小港在小高港过后 转到小货口过的 所以不受这个影响 任何一种药达不到这种药修 我这个药心呢 稳住难以控制 这个的的确确谁都怕 少这个药过后就都搞不住 特别少财富 有一个时候咱们拔看火的人 我们看火都是用人工看 都不用别的,人的眼睛盼一眼看 行了,听这个 你今儿吧,我等下具体介绍的 这个药严里吧 一次开散的药严 听一个,管一个,啪一个,开一个 听它开一个 往前慢慢耍的 温度搞了多少多端一定 这条的温度只有1200度 不超过12000 上面温度就有1200度 你看五差一气 有 task那么多度 anta育家代地 接班人的问题过来以后 特别是传统工艺 这是个大问题 现在我们也培养了几个 政府培养了几个 没有一个可以做接班人 但是这没办法 什么叫没有呢 他们这些东西都是这套人来的过来以后 看到这个东西 你看到别人搞到过去 自己不搞心 你记得还过以后去找政府这么高 那么高 那么高 这么高 想话把自己还是搞晒进去 那拿新的这个这种东西必须 不怎么干什么叫什么 你这里晒 晒了干什么晒 这个不是我们有问题过以后 中国的个体收工业制造业 都存在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现在年轻人 他们不愿意干这种活了 还是是什么问题 这个耿源不是工资也不太低 耿源在哪里过以后呢 首先一个就是拱荣泰察 上火你们看到他们来干活呢 把那个夏天把打车牌一打穿个裤子 你把鱼肉对上一背 那裤子过后呢比农民还农民呢 那春的要命 到车就完了干一头进 特别壮腰的人 还不打个那个羊肉热的要命呢 打个翅膀里头 那不能太热嘛 他没用啊 也得给你干了 干一头进 他不干不行的不干了 工资不是太低 工资过以后像我们转要的有六千块钱一元 制作的八千块钱一元 总等收入 但是它的体力太重啊 特别是收工制作 那个收工制作过那不是永远的事情 多累啊你家呢 你看那做大港判那个挑 那个挑不都这么熟的挑 对加盟头一背 大港就把它解出来很难 所以像这样的人过以后要重点培养 所以说我就写了个计划上去 要一定要给我培养五个 少要的 要给我培养三十个 少要的问题不大 就是我们叫看货的事 它是关键 培养个几个 这样搞过后呢 我想我们称的叫放行 但是政府能资几个钱呢 没打货 审理有个规定 给钱太少 几百个钱又远 不会给你后的分了 也不干了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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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